杜鹃颱风捣乱了中秋廉假 不但是影响到民众烤肉的性质 台东离岛船班也受到了影响 台东往返绿岛的交通轮 今天跟明天两天的班次都全部取消 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缓缓走下船 原本到绿岛玩的好心情 现在全被杜鹃颱风给打乱 不少游客提早回来 也有游客干脆取消行程 受到杜鹃颱风逼近的影响 行驶台东和绿岛之间的客轮 一早就加开九个航班 把岛上2700多名旅客撤回台东 船公司也公告中午过后 往返绿岛的交通船只进不出 并取消2829两天的航班 但这团十多位来自香港的游客 却不畏风雨 还是坚持要搭船到绿岛 体验追风逐浪的感觉 台风要来了 除了船班大乱 杜鹃带来的间歇雨 是也影响中秋廉价游客的性质 下午开始国道就有一波北返的车潮 包括国一高雄到顶巾系统 国五投城到平邻 都是容易塞车的路段 记者综合报道